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水瓶的素颜 性质迷 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在自己拍的剧中也是说素颜就素颜 完全没在拍的 这叫两门子的失礼 好气 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人 对自己的颜值是有什么误解吗 之前吴世勋还说过自己素颜丑 在镜头前还一直遮住自己的脸不让拍 理由还是觉得自己太难看 晒自己童年时期的照片 配文也是长得丑啊 嗯 你最丑 所以12岁上小学的时候就被心态追追跑了半个小时 之前他在节目中卸妆 卸一半留一半让大家看区别 看了半天总结出一句话 没什么两样啊 谁来救救这孩子 你对自己的长相 能不能清醒的认知一下啊 吴世勋人生三大误解 小时候长得丑 我素颜不好看 我笑起来不太好看 金带忠在梦才稿中说 从小对自己外貌感到很自卑 甚至都没想过可以演戏 这就是从小自卑的美貌 外貌天才车淫忧 只给自己的颜值打70分 说个性比外貌重要 郑帝远给自己颜值打分是三分满了一本 行吧 你帅你说什么都对 跟你们说 长得好看的 人对自己的误解 是没有国界的 之前朱一龙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让他饰演知否知否里的齐衡 他说 齐衡是第一美男 我很难达到那个样子吧 2CR logo记者问朱一龙 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帅 朱一龙回答 这不是误解吧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小展还说自己长得丑 连着 不能近看呢 把自己嫌弃得一无始处 还调侃别人说自己好看是在捧杀 哈哈哈哈 小老师怎么这么逗 你们能相信吗 迪丽热巴还说自己丑呢 而且还说过不止一次 到现在都没发现自己是个美女 觉得自己鼻子太高了 希望鼻子低一点 有点缺陷什么的 嗯 我知道你一定是在谦虚 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 拜托你们都清醒一点 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最后一句希望好看的人都能有点自知之明 有点准备 must not take the longer off给你们 ому 怎么给選好了 温度